我在苍穹上奔跑 受了很多伤害的小蚂蚁 你喝醉了可别怪我 今天是你自己非要喝的 我又没喝醉 我就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yes 你只给我留下 一颗孤独的背影 那是 乃至麻衣喊呢 我不相信 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 这心碎的结局 你只给我留下 一个最后的回眠 来来一个 我还好 你所有的话 我的生命中有你 曾经的美好 不会忘记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在苍穹上奔 彼此的心 彼此的心 不离不弃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 我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会勇敢地接受人生的防御 我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 这伤痛的别离 你 你只给我留下 你只给我留下 一个孤独的背影 我还不愿相信 这一切是真的 我的生命中有你 曾经的美好 不会忘记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会勇敢地接受人生的风雨 等一下 我会勇敢地接受人生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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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酒啊 哼 我还想喝 我还想喝 那我们下次就还喝这种酒好吗 下次还喝这个 小冬 我想一辈子都这样抱着你 你 红色玫瑰 我不在乎 我想你去浪迹江湖 我去浪迹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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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你们俩在一起 师傅开车 郑伟彦 郑伟彦 我去浪迹江湖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哥朋友在一起来着 太吵了 接不了电话 什么朋友 一带队朋友 还正文艳 大家在一起喝酒来着 玩得很开心啊 挺开心的 你总不至于跟她破镜重圆 重归于好了吧 您好 山姐 请问您要的什么 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您稍等 他来了 要十之五号 给他 枕头高点的 明白 来 进 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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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岚岚和肖童又看起来了 让他们闹吧 你说 老爷子会把他们赶走吗 不好说啊 他们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吧 是 那 黄总 真恐摄影头的事 怎么样了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 你来问我 不是 我就不明白 是谁指使吴磊看的 老爷子 你说呢 我想老爷子不会干这种事 吴磊是他的人 不是他指使的 是谁指使的 对外就这么说 明白吗 是 对外的事儿 我在苍穹上奔跑 受了很多伤害的小蚂蚁 你喝醉了 可别怪我 你喝醉了可别怪我 今天是你自己非要喝的 我没喝醉 我就是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是 我 这就是 这就是 乃至马一喊哪 我不相信 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 这心碎的结局 你只给我留下 一个最后的回忆 再来一个 我还好 你所有的华 我的生命中有你 曾经的美好不会忘记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在烹饭 求上本 我会勇敢地接受人生的防御 我不相信 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 这伤痛的别离 你只给我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我还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的生命中有你 曾经的美好不会忘记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会勇敢地接受人生的风雨 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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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妈 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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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病的病人到底怎么了 还没有查明原因 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你是病人什么人 我是他女 我是他朋友 要做几项检查 你去交个费吧 医生说我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这么难受 来 起来 萧桐 来 去哪儿 我们回家 去哪儿 把他喝了 把他喝了你就不太熟了 把他喝了 阿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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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吧 萧桐呢 她不在 她去哪儿了 我今天看她身体挺不舒服的 应该去医院了吧 谁陪她去医院的 没有人 你们怎么回事啊 人家生病了 没一个人陪她去医院吗 不是 当时我问她来着 她哪儿不舒服 可是她就是不说 说走就走了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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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去哪儿啊 我去附近的医院找她 那你等我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 哎 小陈 我先出去一下啊 我先出去一下啊 她 就是她 她来过 走了 她得了什么病啊 检查没有做完 还不能下结论 总得有个初步的诊断吧 这是病人的隐私 我不能说 那她和谁一起来的 是被路人送过来的 后面又来了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多大年纪 二十来岁吧 她 叫什么 好像 姓郑吧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找到小童了吗 没有 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兰兰呢 她 应该去郑文艳家了吧 去郑文艳家 干吗呀 医生说 萧桐进医院之后 有个姓郑的女的找过她 我想应该就是郑文艳 通知萧桐 让她晚上回来参加公司的 客户招待会 萧桐她不是不舒服吗 要不让她休息休息 我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我也想休息一下 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她 喂 小助理 你身体还好吧 没事吧 嗯 没事儿 你说 没事儿 王总 让我通知你 晚上务必参加公司 举行的客户招待会 我知道了 我看到她 是 我们不让你让她 郑文艳 萧桐呢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刚刚还跟他在医院呢 他到底在哪儿 我说过我不知道 小张 这别画太长了 气球别放太多了 真的好 蓝蓝 我跟你说 小彤已经回来了 他在哪儿啊 在他自己办公室呢 那你先忙 萧桐 你怎么了 没事 生病了 没事了 那医生怎么说的 我没事 那你把医生给你开的处方单给我看一下 我都说我没事了 不行 给我 我要看看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你快给我看看呀 没有没有的呢 你怎么回事啊 你早上病得这么严重 还是让路人把你送到医院的 你这一伙功夫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就是没事吧 我 那你跟郑文艳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烦烦啊 里面请 里面请 你好 里面请 谢谢 你好 老陈 你好 你好 好久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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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酒 喝酒 来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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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喝酒 我喝茶还不行吗 干吗让她喝酒啊 都干了 少喝点吧 萧桶呢 刚才不是还在那儿吗 哪儿呢 去找找 倒酒倒酒了 小陈 你看见萧桐了吗 萧助理 刚刚好像去洗手间了吧 谢谢啊 不客气 什么 肖童 你在里面吗 肖童 干吗 肖童 你怎么了 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初夏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我挺担心你的 你没事吧 初五期 肖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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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肖童 你可善 chor ért 您找谁 我找欧阳莱莱 怎么称呼您 我叫郑伟业 请跟我来吧 莱莱 这位兴生的小姐找你 您先下去忙吧 好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有事吗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 不请我坐下吗 你坐吧 萧桐在吗 你找萧桐啊 她不在 你可以走了 有句话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觉得我有必要说出来 你以为萧桐离开我 她就会和你在一起吗 她早就心有所属了 心有所属 你想不到吧 萧桐爱的是另一个女人 另一个女人 对 一个比她大的女人 谁 我想这点你应该知道 不用我点破吧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啊 为了这件事 萧桐的母亲前一段时间 特地从德国赶回来 还专门去了这个女人的家 跟她见了面 谈了话 那你干吗跟我说这些啊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 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是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 我认为这种信息 应该我们俩一起分享 当然 痛苦也应该一起分担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们俩都不是胜利者 你口渴了吧 你是不是喜欢一个 比你大的女人 她叫欧庆春 好 干吗 谁告诉你了 到底有没有 无可奉考 你失踪了三天 就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吧 我没猜错吧 你们在一起三天三夜 你们在一起三天三夜 一定过得很开心 是吧 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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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彤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没事 死不了 我说什么 让你这么生气 至于吗 兰兰 你告诉我 是谁跟你说的 今天下午你不在 郑文艳来过 是她告诉你的 是她告诉你的 难道是我编的吗 你是不是想知道 我是不是喜欢她 那我告诉你 我喜欢 甚至爱 不过她也许 永远都没有结果 我 别装了 起来吧 你怎么还不睡啊 既然都睡不着 起来说我话吧 冷静 吧 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都扔这么多圈了 左转 你就往左往左 你到底想去哪儿啊 去了你就知道了 还记得这儿吗 这是你救我的地方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没发生那场车祸该多好 那样我就不会认识你 不认识你 我的生活就不会被你打乱 生活没被你打乱 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像以前一样 过着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生活 至少不像现在这样 这么痛苦 我们俩就是挥挥手 不过认识你也挺好的 至少让我的生活 不那么平淡 不那么孤单 以前我真不知道 爱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我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了 有人说 任一生当中真正的爱情 就只有一次 而我的这一次 就是你 不管结局怎么样 我知足 你能跟我说说 他什么地方吸引你吗 走吧 回去吧 着什么急啊 你有恋母情结吗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我都不知道 你看看都几点了 弄疼你了 你倒过来看时间不是还早吗 行 那我就不送你进去了 如果你到北京的话 给我打电话 那肯定 好 对了 什么呀 这是队长送给你的 说北京冷 到了北京 把他带上 好 我走了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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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来送你啊 不行吗 你怎么知道我做哪个航班 我不知道 那你 飞北京的一天 一共有二十八个航班 最早的是早上八点 最晚的是晚上八点五十 我就想 这二十八个航班中 总有一个是你要做的吧 我这人笨 就守住待兔在这儿等着呗 几点来的 六点半 等了五个小时 几点的航班啊 一点半的 你怎么才来啊 要是早点来 你说我们俩坐那边聊聊 我又不知道你在这儿 你想想挺有意思的啊 我留下了 你却要走了 啊 一下飞机 就把他带上 北京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现在真希望这案子 早点结束吧 等案子一结束 我就去北京找你 好啊 我在北京等你 真的 工作上的事情你放心 我会尽我的全力的 小统 工作上要特别小心 你这个工作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 风平浪静的 其实非常危险 前几天局里 刚刚来了通知 云南 一个做特勤工作的 极度警察 在岗位上牺牲了 我会注意的 你别嬉皮笑脸的 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 什么 听进去没有 听进去啦 放心吧 领导 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那你不放心就给我打电话啊 反正我不管 我要是想你了 我就随时给你打电话 到北京我就换号了 你换号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吗 好 那我走了 一路平安 再见 静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跟你聊聊 我得上班呢 小姐 很重要的事 说吧 什么事 我谈了个男朋友 她叫李感 是做理财投资的 你妈给你介绍的 不是 是我自己认识的 挺好 好好把握吧 我想从 和你的感情中解脱出来 也对我父母有个交代 她还行吧 虽然年龄大点 但是各方面条件还可以 挺好的 我已经失败两次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败了 可能 我会尽快跟她把婚结了 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参加 什么时候结婚啊 越快越好啊 祝贺年 别说什么从我的 什么走出去什么的 我还是挺珍惜 我们之间的友情的 友情 我真失败啊 我竟然把爱情弄成了友情 我先走了 慢慢了 我还有一件事 欧庆春是不是离开广州了 我想去她那儿拍婚纱照 但是店里人说她已经走了 离开广州了 对 她是离开广州了 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分手了吧 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你为什么回避这个话题 好好珍惜你的理感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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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萧桐 这又发现一个 对这个房间要仔细搜查 是 最近家里有陌生人出入吗 陌生人出入 没有 你好好想想 真的没有 家里最近举行过大型的派对没有 派对最近没举行过 但是常常会有比较熟的朋友来的 这些熟悉的朋友都是些谁 对 比如公司的总经理黄建军呢 我的好朋友莎莎 娟儿 好 我知道了 先这样啊 怎么啦 怎么了 公安局的人来了 他们要见你 你慌什么呀 把他们 安排到会议室 我一会儿就过去 好 安排在哪儿 会议室 好 你们好 我就是黄建军 我们是分局的 这是我们赵队长 快请坐 请问赵队长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接到大野集团董事长欧阳天 和她女儿欧阳朗朗的报案 说在他们家发现了针孔摄像头 我们现在在他们家 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呢 他们两个要求我们 对你们公司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有这样的事 我希望黄总和你们的员工 对此能给予配合 请问你们要检测的区域是 你们公司的所有区域 包括你的办公室 是 我一定全力配合 我一定全力配合 我们对欧阳天的别墅内外 进行了彻底的检查 发现在他们家庭院里面 也有一个被人安装了摄像头 我们在总经理黄建军的办公室 和总经理助理叫萧桐的 他们两个办公室里边 也发现了两个摄像头 在这个问题上 黄建军还是蛮配合的 他要求我们彻底的检查 我们现在分析啊 这个案子 很可能是他们大业公司内部人所为 当然 也不排除外边人干嘛 王军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 黄建军呢 应该是我们重点的一个嫌疑对象 首先啊 他对萧桐进入大业公司 非常非常的反感 而且呢 他对萧桐十分警觉 所以说 他在萧桐的办公室里边 安装一个监控设备呢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边 安装监听设备呢 我认为这个也好解释 黄建军这个人啊 生性多疑 他要随时随刻地知道 什么人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都做了些什么 至于他为什么在欧阳天家里边 安装监控设备呢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黄建军 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取代欧阳天 掌控大业公司 所以说呢 他需要知道 欧阳天的一举一动 当然了 这一切 都是我的猜测 我们还需要证据 我同意春强的分析 这件事情 黄建军的协议最大 但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假如我们查出来 这件事情 确实是黄建军所为 我们怎么办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偶然的事件 影响到六二六案的侦破 在黄建军身上 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目的可不是为了 侦破一个针孔摄像头案 我们要侦破的是一个大的贩毒案 这才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赵队长 针孔摄像头案 无论查到什么程度 都不要惊动黄建军 即便查出了这件事 就是他干的 暂时也不要动他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汇报 你别做理不安的了啊 警察不都说了吗 检测过了没问题 我真的觉得家里 每个地方都有眼睛在看着我 真是太可怕了 警察不是说了吗 没问题 放轻松 我还是不放心 我觉得啊 你是心里有问题 我真的觉得我心里有问题了 我得去看看心理医生 不然我就生病了 你知道吗 胡说什么呀你 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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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想想 这会是谁干的呢 除了黄建军还会有谁啊 会不会是别人 那会是谁呢 我觉得就是黄建军干的 你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想办法呗 你自己留着用吗 快拿着 让你拿着就拿着 那不会用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再想办法 拿着 我去逛逛 等有时间了 我就来昆明找你 我不相信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这伤痛的别离 你只给我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 告别了我所有的回忆 我不相信你就这样远去 我不相信这心碎的结局 你只给我留下一个最后的回忆 凝聚了你所有的话 我的生命中有你 曾经的美好不会忘记 我的生命中有你 我会勇敢地接受 小彤 有事吗 我来看看你 看我干嘛呀 你不想看就看吧这房子 你说来就来 说随便搜就随便搜 看你干嘛呀 对不起 之前我以为你吸毒 所以我才自己进来的 我怎么像个吸毒的了啊 你之前的种种迹象就让我觉得你像吸毒的 我不得不去弄清楚 那现在你清楚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也排除了你吸毒的可能 破洋勒勒 你到底想干嘛呀 你还去医院查我你 你凶什么呀 这也就是你 换了别人我才不管的 我不用你管 你管得太过了吧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走吧 小彤 你别生我气了 小彤 走吧 找谁呀 小彤在吗 阿姨 小彤 文怡在吗 文怡在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 我要是去上海了吗 我 我刚送他回来 我给他领导打电话了 他们领导说 根本就没有去上海 学习这回事 文怡是在撒谎 小彤 文怡到底怎么了 那 您给文怡打电话了吗 我给他打了 我跟他说 我给他领导说 领导告诉我根本就没这回事 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再打他就不接了 小彤 你一定知道文怡他在哪儿 你必须要告诉我 我真不知道 那 你把手机给我 什么手机啊 把你的手机给我 你要干吗 你给我呀 你给我 喂 艳儿 我是妈 你别怪电话 妈有话跟你说 妈有话 你 你到底在哪儿啊 他到底怎么了 阿姨 阿姨 艳儿 你到底怎么了 小彤 你告诉我 文怡他到底在哪儿啊 你说 你说话呀你 你今天是不说 阿姨 阿姨今天就不走了 你知道 阿姨 是你 阿姨 谁呀 你找谁 萧桐在吗 她搬走了 不在这儿住了 她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谢谢 她搬到哪儿了 我她就没有啊 对 我来一下 我哭很快 你哭了 我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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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 刚才郑文艳给孝同的手机打电话了 她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 我一接她就挂了 再打回去她也不接 我刚又给她发了个短信 约她见面 她给你回短信了吗 还没呢 再等等 如果她同意见面的话 我们再通知她的父母 好吧 好 叔叔阿姨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赶快要找到她 谁知道她在哪儿 这么大个城市 上哪儿去 趁热把药喝了吧 家门不行啊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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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呢 我想 我想搬到郑文艳那个小屋去住吧 让他爸妈回到自己的房子去住 他爸岁数得那么大了 身体也不好 不能让他们在那守着了 郑文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这样 你让他爸爸搬回去 我们派人守在那儿 这个 还是我亲自过去住吧 我去住了 郑文艳说不定很快就能回来了呢 你一个人住在那儿 谁来照顾你啊 我自己照顾我自己呗 那你自己定吧 你家 我那个房间 我的东西还都放在那儿 秦权们的都放在那儿 等郑文艳回来了 我送他去了戒毒所 我再搬回来住 好吗 我一定得这样做的 好吗 萧桐 你来这儿得先打个招呼啊 你这来个招呼都不打 你觉得合适吗 我怕你不肯见我 有事吗 我就是来看看你 你还好吗 我不就是来看看你吗 用得着这么冷淡吗 我去过戒毒所了 管教说你不肯见我 对 当时我谁都不想见 是吗 嗯 有人就经常去看你 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就这样 你都看见了 本来我以为 以为什么 看见你的身体恢复得好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那走吧 萧桐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暂时还不用 我希望 我可以帮得到你 不用 谢谢 谢谢 要不然 我送你去疗养吧 我认识一个疗养院的医生 那儿环境挺好的 不用了 你想不想 再回大夜啊 想不想也不是 你和我说了算的 只要你愿意回去 我一定说服我爸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 我们还是朋友 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小童啊 她走了 走了 走了 还没洗手吧 啊 嗯 嗯 清春啊 吃个糖卷 嗯 不吃了 这先出锅它 哎呀 小童啊 你看 这都是你爱吃的 啊 这糖卷啊 这饺子 哎 对了 我还给你啊 弄了一个一个礼拜的菜谱 这都不重应的 你喜欢吃哪个 你就跟阿姨说 阿姨就给你做 啊 来看看 妈你别忙了 小童要走了 走 哦 去哪儿啊 你问她啊 阿姨每周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 我怎么舍得走了 是吗 我说小童也不会走了 拜拜 刚才 侯阳兰兰问我 想不想回大业 啊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回去行吗 我要是回去了 还能为你们工作 行吗 队长 队长 黄建军出城了 去哪儿了 现在呢还不清楚 老杜他们在那儿盯着呢 对了 萧桐现在怎么样 他 他说他要搬到 郑文艳那儿去住 他怎么会知道 郑文艳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了 小童刚刚解读 他若跟郑文艳在一起 万一复兮怎么办 是 我知道 其实一告诉他我也后悔了 靖长 关于萧桐的问题 我嘱咐你可不止一次了 这样 我先去一趟局里面 你跟老杜保持联系 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目标出现 往前水弯码头放下 目标出现 往前水弯码头放下 目标出现 马站身沟과 目标到茜水弯码头 目标就已经到茜水弯码头 目标正实地没下来 至少 目标出现在盖虎弯码头 目标出现在aal真 够出现在合复了 慢点阿姨 叔叔您慢点 小童啊 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温宴 劝靠您 嗯 我这就回去等他 叔叔 阿姨 你们要相信 温宴一定会回来的 是啊是啊 我和他爸爸就回家等着 你有了消息啊 就马上通知我们啊 你们俩回去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我帮你们打电话 好吧 那我先走了 那你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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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文昀 你说话呀 喂 肖桐 我想见你 你这是在哪儿了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还答应你什么条件 你在哪儿了你现在 你自己来 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要告诉 如果你不担心的话 我们就不要见面了 而且你以后也永远都见不到我了 我担心你 你在哪 你只能一个人来 我一个人来行吧 你在哪呢 我在海珠大桥 郑威儿 你还有点良心的话 你就等着我 我马上过来 叔叔 咱能不绕心吗 咱就 只能这么走 不行 我这有急事 您快一点好吗 快不了了 再快违章了 我这有急事 您帮个忙好吧 行 我进去了 行了吧 谢谢你啊 没有了 请不及的 请不及打 ת声 转发 我们可以用电 knv 转发 中路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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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走 跟我回去 你爸妈都要急死了 走 回家吧 我已经回不去了 晓冬 什么叫回不去了 那是你家 那是你爸妈 我知道我自己 我真的已经回不去了 就让我爸妈当我没生过这个孩子 你说的屁话你 你说什么呢 没有什么过分的 我们觉得一切都能过去 你现在想什么呢 你必须得跟我回去 听见了吗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已经不要客气了 我已经不要客气了 带钱 你带钱吧 小彤 你放心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真的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就这些吗 你找我来 我来就为了要帮我掉钱是吗 就这些 小彤 你不能这样 真的不能这样 你怎么能把我 叫了就是为了要钱呢 小彤 这密码是多少 告诉我 好吗 密码是多少 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 你告诉我密码是多少 好 我不会告诉你啊 真的 就算里面有钱我也不会告诉你 文雅儿不能让你再吸毒了 你真的不能这样了 我求求你了行吗 你不能再这样了 我求求你了 文雅儿 走吧咱们回家了行吗 啊 听见没有啊你啊 我得问你 我得问你 跟不跟我走 跟不跟我走 你要干什么 我给你爸妈打电话 不能打 你别 你别 张文雅儿 如果你不帮我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文雅儿 张文雅儿 张文雅儿 乘和乘 文雅儿 文雅儿 张文雅儿 张文雅儿 开快点 张文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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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